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相机世界栏目 今天由我跟张强老师一起为您讲解 2015腾讯棋牌全国象棋男子甲鸡联赛的精彩对局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这个象棋讲解节目 今天带给大家的呢 是在这个腾讯棋牌的2015象棋当中 杨诚大帅旅亲的这一盘杰作 它是对阵的是浙江的这个新秀黄珠峰 这番棋呢 吕老师是发挥了他的这个特长 对 就这种散手战加上这种游击战 这个运用的炉火神情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这个对局进场 双方以仙人指路对骑马开局 仙人指路 对 然后黑方是马八进七 这个吕欣老师呢 应该说他最近一段呢 这个上场呢并不是很多 对 但是最近可能广东队的整体成绩呢 不是那么令人满意 嗯 所以吕欣老师呢又再次呢批划上阵 然后洪峰呢 洪峰也是跳马 对 黄珠峰呢是来自这个浙江绍兴的 对 他是这个绍兴人啊 跟那个我国那个著名那个作家鲁迅啊 是一个地方 是 那个地方呢 反正那个旧社会那种感觉出的失业好像比较多 就是当那个军事的参谋的人比较多 嗯 那个绍兴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城市 那洪峰呢 他本身也在这个南开大学读完书了 对 这个 他也是一个那个少年成名的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洗手 嗯 洪峰呢其一特点呢也是比较稳健 稳战稳达 对 有人送过他一个外号 好 泡八瓶酒 我们接着往下摆 马二进三 就是形成了这种对兵 举哈 这种场景的这种 举兵八 出举 举一瓶二 马二 就这这种题呢 就是双方就是一个三手战了 嗯 他那个也没有什么那种大的战场 啊 这个黄珠峰呢 看来是想跟吕老师叫了一下这种三手战 对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布局的思路是错了 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吕欣老师啊就喜欢这样的起 他 你看这个吕欣 他自己先是就老起个马 但是就是张老师在我的印象里 吕欣老师不是说快马飞刀吗 这是他那种攻杀机会很犀利 是 所以要显得这种相对于平稳的这么一些布局啊 这个吕欣呢 他是反应很机敏 嗯 这个就是说的 他攻杀的犀利方面呢 确实也不错 对啊 但是他更加擅长呢 是这种局面当中啊 看起来又有棋 看起来又没棋 然后两个人这种拉锯战 他这个棋呢 还是比较擅长 好 当然说黄珠峰呢 他也尽可能要发挥自己的这个风格 对 刚才我们说那个 他有一个雅号 嗯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啊 这个他是 看来你对男子这个棋手还不是很熟悉 对 黄珠峰啊在有一年现场当中啊 嗯 他是连续合了22盘棋 哦就是一共总共有22轮 对 因为那个 原来向甲联赛主要是12个队嘛 双径环 各下11场嘛 那他是很厉害啊 对 就像湖北的李雪松大师一样 对 所以李雪松呢 李雪松的外号叫铁布衫 对啊 然后呢 这个那年黄珠峰的表现呢 比铁布衫还出色 所以大家就管他叫新铁布衫 哦 这样 这个铁布衫的这个棋这个风格呢 传给他了 对 所以说这个黄珠峰的棋呢 他是很稳大啊 嗯 但是呢 他跟李雪松呢又不太一样 他有的时候还是想求一些变化 还是稳定求生 更想呢 这个寻找一些变化 对 当然李雪松棋也很扎实 也是很不错 但是湖北的选手 那这个棋 红芳就跳边马 这个也是最近呢 走的比较多的 对 比较流行的一样 那就是说这个 在那个 制约会当中 啊 这个这个招法的 时不长的就出现一下 对 嗯 反正李老师呢 他也是见招拆招 他对这些棋呢 他应该很熟悉 他是先走了个 他走一个居酒精一 居酒精一 对 也是不错 然后红芳向三 红芳向三进五先飞了一个 对 红芳呢 这个 红芳下这个棋 他就先居酒精一 我看他好像联赛 好像也是下过一盘飞三项的什么一个棋 然后他向三进五 他在向七进五 他慢慢下这个阵型 对 然后这个向三进五呢 你又有人下过类似的这样的棋 对 然后黑方呢 就来一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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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联赛的时候 我看到红芳老师他走过一盘 现在走帕尔平四的这么一个棋 他当时是跟姚洪欣下的一盘电影棋 帕尔平四 黑方也是足有建议 冲兵国歌 就是说这盘棋是走帕尔平三 就是他俩有什么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当然区别很大了 炮尔平四它相对来讲比较公正 他可能将来黑方可以炮尔平二去这种防御 但是他可能又多了一盘棋机G平三 对 但是这个棋就是说炮尔平三是直接对准它这个七路线 实际当中黄中方也炮尔平三 就是说如果你飞向的话 他可以盘棋机 你再把进进八 他再拱 对 他将来还有G八进五 就是迫使你这个高向 是不是炮尔平三 对 而且在G一平二还有出 对 所以说这个棋就等于是 洪荒炮尔平三显得也比较积极 对 当然炮尔平四 这个也有它的好处 就是说锋芒的比较内裂 对 就准备G一平二 要争取这个先手 对 从实际上来看 他炮尔平三还是有一定的思路 一定想法 是可以的 对 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对 黑方过足 这个棋子就是黑方 常理来讲也可以把七进八 对 但是吕老师反正他也 应该说现在他的棋谱也不熟 他就愿意索性就跟你离谱 对 离开你准备的手套 我觉得这盘棋真的能看出吕老师 他孕子的功力非常深厚 当然好来黄中峰还是占了先手了 他居于平二 黑方是平边炮 红方从大局去着眼 这个也是对的 他就说让你编族过来 但是他取得对你阵地的这种威慑也是可以的 目前来看尽管黑方有一个族过河 也是红方把它放过来 但是红方整体的格局还是不错 因为黑方毕竟阵型虽然过了一个编族 但是阵型还有一点弱点 对 黑方还要调整一下自己主要七路线还是受一定的压力 对 吕欣老师也很健谈 有的时候我们就聊天 有的时候碰到了 有时候特别有些比赛的闲暇的时候 许云川吕欣 反正我们这三五人有的时候就凑在一起聊聊 后来我们就说原来旅群叫阳城少帅 然后杨国林老先生见家的时候叫阳城老帅 他都是从广东出来的 因为所谓阳城 武阳城大家都知道 广州就是号称阳城 他也号称象棋城 因为它象棋的氛围特别好 五阳杯全国冠军赛 一下连续举办了三十年 然后也创造了万人空巷 有几万亲民聚在广州市中心文化公园的盛况 当然那个时代可能是现在不容易再回到那个时代 因为那个时代可能大家娱乐的项目的少 现在又有大片又有上网 更忙碌一些 各种各样的 无论是闻的还是捂的 是静的还是动的 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 现在玩的东西比较多了 但那个时候确实像棋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前 更是我们生活当中老百姓更加喜乐乐见的一个生活的项目 因为那个时候所谓的阳城很著名 他从解放以前 棋风就非常盛 对 然后后来我们跟吕欣老师聊 后来就有一个高人说了 他说现在也不能叫少帅 叫少帅太小了 对 老帅还没那么老 叫什么 叫阳城大帅 这样 对 就比较恰当 吕欣老师 对 他说这个叫的比较高 是 然后这个棋 但是杨城大帅 这个棋型走的确实一半 对 其实他 他就实战能力强 对 终于补一手棋 那天吕欣老师特别谦虚的跟我说 他说张强 你这个理论我真比不上你 但是我的实战能力还是不错的 我说吕欣老师 我说你实战能力太强了 对 我说你确实身经百战 吕欣真是实战能力很强 当然说人理论也不见得 就是说他可能系统的东西可能要不是那么鲜明 但是人理对棋的那种感觉认识还是不错的 对 这盘棋尤其能表现出来 对 它这个孕子的功率非常的丰厚 是 它这种坚重是坚重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黑方这个像也不能不补 对 就补一个像 但是这个棋型它还是有一点别扭 黑方 冲钉 一股 黑方也只能先接受 对也只能接受 这种红光我觉得下的挺好的 对 这个你要正常思维去吃 倒没什么棋 这黄中峰确实也有他的想法 对 让黑方的七路线他挺难受 那他也只能上了 只能跳马 不上也没位 然后他一桌 他这个马正好没位 你要鞠九瓶六 别着自己的像眼 对 黑方这个马很无奈很委屈的就回来了 但是这个旅行老师他就很擅长这种棋 就说看着很难受 但是他能忍 这个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多次去广东 去广东 广东人还是比较吃苦耐劳的 比较实感 所以广东人的棋风 应该说给人的印象 就是朴实无华 很实在 他不是很注重这个阵型很优美很漂亮 比如说上海 对 还有河北 他棋型都走得很漂亮 洪华为代表 李来勋为代表 他们棋 很注重这个完美结构搭配 一看这个棋怎么这么走 我觉得黑方走太不理想 对 其实红方的棋确实有点优 但是这个棋他也不好啃 对 优势并不是特别明显 他应该走巨八进四 可以吻持这个线手 让他这个振兴难受 他实在没有这么走 他飞了个像 飞了个像 这个棋就缓了 对 他 但是总是要看住冰 对 这个棋 黑方 吕老师 也看得出来 他有点九树战场 他炮点的位置也不对 他应该走炮二进六 就是说当你三龙炮要动的时候 他将来多了一个巨二进棋 先来多 现在不能走 主要你三龙炮也不能轻一套 这个棋也值得给大家提出 你如果你居二评论 他老我炮走鸡的棋 他也不怕 对 他炮二进五 时人走到 这炮二进五就有什么问题 这个棋出了这个故障 他居二这样一点 黑方挺难受的 对 有这么一个点区的一个 这个区正好点在脉上了 你一乱动又打相 对 打相吃马 然后吃三足 这个四路马是太别扭了 对 所以这个棋真是挺麻烦的 但是黄州风恰好没走出来 对 他光想稳步了 他走了一个马 七进六 他跳马 这招棋走的有点松懈了 给黑方又有一个棋 黑方这个棋应该走鞠九平二连鞠 因为说黑方形势不弱 但是呂老师这个棋又是走的不惊喜 就换了 结果这个棋又是形势很吃紧 洪黄局八进九 一吃马三退二一退 炮九成三一打 形成这么一个局面 对 这个棋 黑方还是有一点难受 对 这个马毕竟是卧槽 我自己槽的这个马还是有点痛苦 这个四路马还是挺别扭 不过我觉得这一盘棋 我觉得真的很钦佩这个刘老师的这个韵子 他后来把这两个马 这个腾挪的位置非常的好 那这个棋确实还是洪黄占了些手 那么后来这个杨成大帅如何解脱困局 然后呢反过一击呢 那好 稍后呢我们再欣赏实战 好 那接下来大家来看这盘棋 现在黑方 我觉得刘老师他走的还是挺好的 他选择了马二斤寺 对 跟看住自己的这个三路跟中路这个兵 嗯 洪黄圈已经点住 这个也是正常的四路 对 但黑方呢确实这个马暂时不好动 他也只好调整这个泡 对走一个泡就行了 就说洪方呢 嗯 这个棋洪方实战是马拉近平把足吃了 对 就是洪方呢这个吃足呢 这个导致这个局面呢 不是特别好控制了 嗯 如果想继续控盘啊 这棋应该怎么六斤寺一蹬 那黑方也只能马四推三回来 对 他没有地方可去 对 先调整 那洪方这个时候会在据平四锁住 这个泪 不让你平去捉 轻易的平去捉 对 下部棋呢 反正我盯着这个马四尖二 那将来这个三龙炮还可以再调整 是 这个棋呢 就是说总体上来看呢 嗯 还是洪方呢 这个先手一点 但是说黑方呢 尽管看着这个位置啊 嗯 不是那么舒展 但是洪方呢 一时半会儿呢 也难以取得这个巨大的突破 嗯 就这个棋呢 还是一个战线漫长 不过洪方这个子力位置很高啊 黑方还是有一点压力的 对 比如说黑方这棋 反正不出具就足矩平八呗 出具它炮三瓶四会不会 先解开这边 不行 马四尖二给它定上 马四尖二你还得聚八尖一吧 对 因为握着你槽呢 嗯 然后这个棋呢 洪方在炮三瓶四 因为这个炮总要动 这个马怎么动呢 炮三瓶四 对 比如说兵五金一啊 马三金四啊 还有马四金三什么的 对 就是这个棋呢 肯定发展下去呢 是红的好下一些 对 但黑方将来比如说也要补试啊 必要是炮九退一啊 炮九退三 炮九平八 好 因为你这个打呢 它老有对打 就是这个棋呢 对 正常发展下去呢 是红方略优一点 黑方呢 还要去走的比较结实 黑方这个两个马 对 还要怎么调 还要怎么这个设计一下 对 嗯 但这个棋 发展下去呢 还是红方呢 好下 但时代当中呢 这个黄龙峰呢 觉得这个对方这个足啊 还是多了一个心思之外 赶快把这兵啊 追回来 我觉得也挺能理解的 这又不是把中路给开通了吗 但这儿的结果呢 就是导致呢 黑方呢 这个阵型一旦舒展 嗯 因为你的马的位置也不好了 他不会给你换 换了你这个马 他肯定落后了 这个马 他马 号码尖二 这两个马一连上呢 他将来这个足三级业就有这个 松动的这种可能了 对 黑方这个还挺安全的 这个这局面 对 红方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手段 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啊 应该考虑这个走 这个右翼的这个次 比如说炮三平四平平啊 什么炮四进二啊 先把这个马跟炮先给解决一下 对啊 嗯 就是说你这个马炮 总是这么呆着也不行 因为我们观看 黑方这个阵型难受 红方这个马炮也有它的弱点 就是说红方应该去赶快动一下 但红方呢 在这个阶段呢 看来呢 他不是很 黄龙方不是很擅长这儿的局面 对 因为这个局面呢 他可能感觉形势还不错 但是实际上呢 嗯 这个棋呢 黑方以言是 一下就好 反夺一些主动了 对 不过红棋也挺难下的 这棋感觉也没有什么方向感 又不是有 不像那个中炮局啊 有什么一些企划性的招法 对 嗯 这个棋呢 红方呢 就是应该马轮进四继续控制 然后他呢 对 这个中马一跳呢 这个位置忙我要再重新捣脚 对 黑方呢 这个 旅心呢 就是进入他的特长了 嗯 好 他呢 利用这个几个子力呢 这个协调起来呢 还是不错的 他做成仪 对 冲钉 这还挺巧的 正好一对了 可以泡酒瓶酸给打过来 对 因为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很索为难 你马上去再登一下呢 他大不了就聚酒机 他盯着你 反正你这个马的位置呢 也双方形成一个互相牵制 对 双方都不好动 那黑方呢 这个子力也连接在一起啊 倒比较明确 对 红方这个两个马还挺散的 子力未必很散 对 红方这个马炮了没有头转到 所以红方就着急了 他就想赶快让这个马炮发挥作用 对 实际上他走鞠二拳六 对 那黑方呢 也只能换掉 他也飞 然后黑方呢 这招鞋走的又不错啊 也是最好的鞋 嗯 他这个炮呢 被红鞠这么牵制住啊 对 他总是觉得有一些别扭 嗯 所以他这个时候走炮酒精一 他打一下 骚扰一下 红方这行 对 他希望呢 红方你相机队伍以后呢 你这个三楼炮还就动不了了 对 这炮又掉过来 我将来可以鞠九零八 嗯 这一代呢 有这个捉炮捉马这些手段 对 那这个红方这个马炮反而成为一个弱点了 对 这个骑呢 就是说红方呢 这个像呢绝对不能丢 嗯 他应该走向七退九 退回来 就是说 我再怎么别扭 嗯 我这两个像是松散一点 但是我呢不能丢 对 我下不骑呢 再炮三平六啊 或者平八啊 反正再向左翼移动呢 嗯 这个是属于比较正常的 就是说这个骑红方肯定是不见好 对 但是呢 也没有说马上就特别坏 还是退向先忍耐一手 对 实际上当中呢 这个 红方呢就是啊 急于去换子了 对 他是他 他我觉得他这个可能就是误会 可能以为黑方得这个动马啊什么的 对 没有想到这个黑方有一些很巧妙的一些 对 生气候取的一些手段 这个呢 这个还说一个题外话 就是黄中风呢 这个最近可能有点不太熟 他那个这个前日子这个比赛这个途中啊 负了点伤 哦 对 等于是带伤呢 这个腿啊怎么摔了一下 对 这个这个 等于是带病呢 带伤呢是坚持比赛 对 对 因为浙江队呢他也二号主力 除了赵新以外呢 就是黄中风最好了 目前来看 对 对 那全一会期间呢 他也去积极去参赛了 打的这七天组 但是呢可能也打的不太理想 因为毕竟啊 这个身体呢 对他的这个状态还是有一定影响 对 呃 应该说这个棋手那个 也是要需要很多体能的 对 他等于这么一打 如果这个棋呢 就看到黑方这个子力连得很好 嗯 如果你抛律针刺的话呢 他恰好有个居酒瓶刺 对 这炮四季一的话 十四季五 十六十四都可以 反正你也跑不了 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呢 就是比较头疼了 嗯 就是怎么换的 最后这个棋都不好处理了 合不干净 对 因为你剩下双马的话呢 对人家马炮足 你残一个像 这个棋也很危险啊 所以他这个没有看到这个一些手段 他这个打像呢 等于黑方走的很强硬 他正好有这么一个 巧妙的先进后局 对 就是你现在打他还是局 九平四 对 正好没有这个空间了 嗯 他现在马上就炮弹平四的打局了 他也没办法 对 他没办法 我觉得他实战这么简化也是比较顽强的一种走法 对 他实战是马五金三 对 先蹬 对 先躲开这个中马 局九平七 然后他这时候换子 然后黑方也是要换炮 对 就说这里边有很多种换法 如果你要先局局一的话 他可能就炮了苹果僵 僵 僵 我就补一首试 你要补试呢 你这个骑他马三进四了 你那个子力就呆了 虽然 你要是电炮的话 他有可能把这个炮换了 因为吕欣老师她对这种骑她很敏感 她就记住了什么观念 这种观念就是根深蒂固 就瘸相怕炮 所以她尽可能留着炮 她对你将来这种残相的残局有利 所以她就马上进四 先把炮害掉 反正你这个两个马给你丢 没办法继续讲话 他这个可能应该马三推二要顽强一点 那会不会 如果你马三推二回来 那会不会他也把马躲开 那躲开我再马三进四 两个马去踢去呗 就在想形成这个骑马炮兵 对几双马 但是这个像 你看他最后这个骑他真的很痛苦 他有个残相 这个骑要没有这个足 虹方有模糊的机会 还是有机会 有这个足 他等于变成骑炮足 对骑马丹缺相 因为红方兵太远 很容易被黑方抓走 所以这个骑 红方残局 应该说前途一片黑暗 还不如保留多一个子 还是有一些残留的机会 这样有机会要多一点 好 我们最后来看残局 吕大帅是发挥他的特长 对 跳马 对方 对方 他是先跌 对 这个不好保 退局保 就太委屈了 对 首先就上将开向 他炮三瓶 他走一个炮三瓶 他这个先瓶炮掉过来 对 这样红方也 他是不让你这个马动 就是说他什么意思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残局当中 今天还有一点小时间 都给大家说一下 他的意思就是牵制你 帮你动 如果你上中马对我有威胁 我就点一将 沉一将 我先把你这个像先吃掉再说 这只能落像 对 我也可以吃 我也可以补着式 反正这个像跑不了 先补一手吧 不补也行 就是硬吃的 也行 当然稳健的还是补一手 花式像 你捉我 我泡花瓶酒 这个底像是比较丢 你这个像跑不了 缺像的话 拘泡 因为你退体鞠我可以打向 我鞠可以回去 然后炮可以再收回去 对 所以这个棋 它平泡的意思就是 我们小时候管的叫逛荡招 逛荡一下 让你这个鞠离离位 然后洪方不是想运马 他马上去着急 鞠平过来捉 然后他炮再割中件 因为你原来累上 他不能割中件 他有初帅杀士的棋 他把你鞠给吊死 把你这个鞠 诱过来以后 然后他再摆头泡 他就是不让你马四进五轻易的跳上来 这个棋 所以说洪方应该说是很痛苦 对 这个不好下 洪方你就索性就出降了 黑方你先不能吃相 吃相他居二饼六 对 有一个偷杀的一个机会 那黑方就是把这个兵打掉 他很实惠 他让洪方是跳马 跳马 黑方也是十六进五补一个 对 花式降很重要 如果十四进五还是后手 吃边兵还是一个先手 对 这时候他选择马五退七 马五退三可能要好一点 都是退 但是这个棋是这样 大家应该了解一个残局 就是什么 狙马双试是合不了狙炮上去的 就是你像一丢 你这个棋 你即便能把黑方这个足吃掉 也是要输的 对 这个炮的威力太大 对 如果要是狙马双向的话 黑方应不了 但是瘸是怕炮 因为这个士正好是怕对方狙炮的脸部 对 反而是有危险 他退这个 他也是希望有一些腾挪的一些机会 他马七进八 黑方走得很老练 对 黑方这几步棋都下得很好 正所谓支起杨角士不怕马来将 对 然后这个棋正好黑方用花式降这个位置 就完全的把他这个棋封死了 他没有这个进攻的机会了 就是胡方也是尽力 对 对 黑方有这么一些出降 一些威胁 就是黑方这个棋 你看他把这个阵型学得好 对 杨角士花式降仪配合 对 这部退马有点欺骗性 你要是支持他一个马六退伍 就把一个炮换成 炮一换就合起机会了 所以他狙七平六 对 这个招是七一招双用 既保释又防止马六退伍 对 这个很细腻的一招 红方也只能不是 他要吃相 他有灯式的棋 对 那肯定不是不肯 他这样子回来 这个黑方的控制还是很强的 黑方等于把位置都站好了 那后边就是 全是黑方的机会了 因为红方这个骑马 再怎么走 走不出棋来了 少一个像 真的是形势真的很差 这种棋 如果红方要是及时能织羊脚士来讲 还能够坚持的机会 还有一些完全机会 对 但这个棋 就是说他可能也没有耐心了 对 这个棋严格来讲应该织个羊脚士 赶紧织起来 织羊脚士再织 黑方也就赶紧平盯进来 但是这个棋 就是说黑方将来狙炮族的联工 红方还是不好守 就是说他很难守 就是说最顽强 红方只能去支持 我不管你走什么了 反正你平足就平足 然后这儿我老件的活动的空间大一点 对 将来要是能够换个 万一要是你走的不好 要能换个子 还能坚持的时间久一点 对 就是说之前羊脚士 他也是为了防止这个闷工 对 那时段当中的红方就失去抵抗的耐心了 对 他居五平四什么意思 他想登人家忠视 男人对方抛罪兵五 这样子没有机会 这个棋他又居四退一 他又平居站中了 他没有用 人家走走 黑方不理他 对 他平兵这些都没有用 对 他走 他平兵 他这些拱兵也没有用 人家就是把兵平进来 对 你不管吃 对 这样子你再退也没用 他进降 这个棋红方就 对 他又走了一步什么 他将军也没有用 他出来正好有一个杀棋 他又回来 他又回来 对 这样黑方也不理红方 黑方就出了去 对 这个棋红方就欠行了 他没得走了 对 也就是看着他吃这个象 对 这个棋你宝马他足六平五 下部点着陆鞠 对 点着来 你如果你居四平二 他将来可以飞边象 对 或者说他拱了一象 你再回来 他再飞边象 相就近期把你卡死 这个鞠马都要丢了 这个棋就是说的 黑方正好给红方定格了 对 这个残局也非常的精巧 我们看到这儿 大势已去 就主动战负了 最主要关键的时候 将来他会有飞个边象的手段 是啊 李兴老师的棋意怎么样 残局还是非常深厚的吧 对 好朋友们 今天的讲解就为您安排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 好再见 好感谢您的收看